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 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硬方对此有严肃的政治承诺 理应认清警惕并抵制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 中方已向硬方提出交涉